关于犯人 想必是判处死刑的犯人 他在临终之前 将其有价值的器官出卖 得到一笔钱留给家人 而这些器官可用于有些需要的 合作的人 有居士想做这样的事情 而这样做的行为是否应该 因果关系如何 这位居士请问老法师后才知道是否应该做 这个事情很难讲 如果犯人适宜自己的爱心 想出卖器官 帮助家里人 这个心是善心 是值得赞叹的 但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人在命中之后 一般讲呢 神时大概都在八个小时以后才会离开身体 神时离开身体之后 这个身体是纯粹属于物质 他不知道同样的 如果神时没有离开 虽然是断气了 甚至于现在这个医疗设备诊断了 他的脑的脑波已经没有了 所以宣布是脑死了 脑波是停止了 脑波也停止了 呼吸也停止了 神时没有离开 神时没有离开 他知道痛苦 你这个时候 各界器官的时候 他会不会生后悔的心 会不会生成悔心 关键在此地 如果在这个时候 生成悔心 这个人一定多过道 六道里头往哪一道去 关键是最后的一个念头 所以 所以 佛法里面 对于 送中 我们净土法门里面讲的 诸念 这个关系很大 在诸念 古大德教导 往生的人的床铺 八个小时都不可以碰他 连他睡的床都不能碰他 怕他什么 感觉的又不舒服 活宽身体 最安全的 是十二个小时 他已经走了之后 断气之后 十二个小时 这是最安全的 一般神时 离开身体了 这个时候才最安全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 因此 临终发这个心 是个好心 要想一想 这个各界的痛苦 能不能忍受 能不能不生成慧心 关键在此 这事实实在在讲 是影响下意识去投身 下意识到哪一道 这很重要 这是世间人家开玩笑 这个玩笑开不得的 所以一定要慎重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